我是青年戏剧导演丁一腾 作为一个戏剧导演 我大多的时间是在剧场里度过的 对于中国传统的戏剧文本 是特别感兴趣的 然后我之前也排过 《斗鹅渊》和《长生殿》 《西香记》也是我们国家 传统的一个爱情传奇故事 那我这一次也想挑战一下爱情题材 中西结合的一种戏剧观 一直是我所追寻的 我教它新城市 很多戏曲的念白 这个是从传统的《西香记》里去借鉴的 像演员们他们的身段 也是从戏曲身段转化过来的 小的时候我妈想让我去学医 但是我是遇到戏剧了 遇到戏剧之后 整个打乱了我妈对我的安排跟部署 平行时空的话 好像应该是在美国做一名外科医生 但是我选择了戏剧 有的时候挺苦的 我就带着一首ABCDEFG这首歌去的美国 一下就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打击 就是听不懂人说话 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矿长我回来了 刚熟悉美国文化 记住美国文化 我跟我们同学一起打橄榄球 玩那个PS2 突然就回到了自己的文化 就又受了一打击 中西方的差异给我带来的就是去适应 然后去吸收各个文化当中的能量 当我在丹麦的时候 丹麦欧丁剧团那个时候 在那学习演戏的时候 我在国外蒙发了 对于中国传统的那种 就是热爱 就感觉那个时候 感觉特别急迫的需要 欧丁剧团的这个墙上 我就贴着美兰芳先生的照片 就贴着自豪 从国外回来之后 就开始找戏曲演员 戏曲它很打动我的 它的一切都是很精准的 包括像我很想强调的 戏曲的这个诚实性 启巴呀 走鞭呢 这一系列的诚实动作 唱言作打呀 这些概念 其实是我们老祖能留下来的精髓 就是如何让这些传统的 戏曲演员身上 能迸发当代的一种能量 其实是我特别关注的 当代元素还是挺多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戏里 会有很多多媒体的元素 从演员上 也有很多像反串 比如我们演张同的演员胡千玲 她是个女孩 但是她在这个剧里演了 一个男性角色 借鉴了中国古典的这种 昆生的概念 去性别化 强调人身体当中的能量 也是西方戏剧 欧丁戏剧当中的一个概念 万帆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出自北宋诗人汪中所住 神宗诗汪中 紫德文这家宁波人 其所有的行业都是下建的 只有读书入世 才是正足义和解为之申的命运 为我这样从大山里走出来的 不才是一个概念 刚才那小姑娘哭 我觉得她肯定不是哭剧中人 我觉得她一定感动的是她 是她自己 就是说肯定是她有类似的经历 或者有一些东西勾起了她 一些往事 回忆 甚至于说是潜意识里的 从古至今 就是爱是人的本能 人生来就有爱的这种能力 和被爱的这种需求 你好 你好 羊肉串面 吃回来点过 羊肉串面 有的时候灵感这事不是你去捕 就是捕捉的 就是它突然间就来了 我父亲去世这事 就是对于我 创作斗鹅就很有光顾 我父亲去的时候下大雪 然后我记得 当时我就看着那天的时候 就很不明白这个生死这件事情 一下就明白斗鹅的意思 那种天然感应的那种感觉 对于西乡记来说 最使我感兴趣的点是红娘 红娘这个人物呢 她在那个时代没有爱的权利 那我就想如果放到了现代社会 她可以拥有爱的这样的一个机遇 那它会发生什么呢 很多时代的元素啊 比如地狱的元素啊 包括很多物质的元素啊 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 其实爱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心脏跳到嗓子眼 我无法控制我自己了 就是我有200%的能量 去爱我身边的人 爱我的演员 爱我的团队 爱我的观众 所以我愿意飞蛾扑火 把我所有的爱奉献给这个舞台 奉献给爱戏剧的 和爱我的身边的人 感谢观看